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在133课和135课这两篇课文里面 我们给大家强调的是直接隐语变成间接隐语 而且这个变化的前提是 引号varm那个动词 也就是主句的位语动词是一般过去式的时候 您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把这引号拆了以后 这个从句有两个地方发生改变 一个就是主语的人称 这个我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从句动词的时态 我们的规律是总是往前推一个格 比如说你引号里动词的时态是一般现在式 那么拆了引号以后 我们往往变成一般过去式 这样往前推 但是在今天的知识拓展部分 我想再给大家加一个知识点 这个我们在教材里没有看到 但事实上生活中非常常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当你引号varm那个动词 是一般过去式的情况下 拆了引号以后 我们不带那个从句的主语和动词 要发生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时间状语 也是要发生改变的 今天我给大家举三个我们常用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he said 他说 大家注意啊 said是当时说 他当时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给他拿个录音笔 录下来 I am busy now 我现在很忙 好录完了 如果您那个录音笔不坏的话 拿到一千年以后 你再放的话 是不是还是这个声音呢 I am busy now 但你要知道 那个now就不是放的那一刻了 是他当时说话的那一刻 现在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引号拆了以后 我们怎么变呢 he said 他当时说 这我是谁啊 还是他 所以你得用he 而这个am 你就不能用am了 因为他当时说 他当时嘛 就即便是发生在一个小时以前 也得是当时 你不能说他当时说 他怎么样 ease 那现在嘛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am 我们得把它变成was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关键是now怎么变 就即便他是一个小时之前说的 那他所谓的这个现在 应该是一个小时之前 我们现在 你就不能管那个now 还叫now了 所以啊 大家记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now变成then then什么意思呢 叫那时或那个时候 您这样一遍 这个句子就通顺了 他当时说 他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 所以大家记住 在这种情况下 引号里的时间状语 要是now的话 拆了引号 我们一般会把它变成then 这是第一种常用的情况 第二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she said 对 是他当时说 也可能是一个小时以前 一天前 甚至一年前 这都无所谓的 那么 他当时说什么呢 I will live tomorrow 明天我要走了 现在我们把引号拆掉 大家看看怎么变呢 she said 他当时说 I应该还是she 就是他 对吧 那么 will leave 是一般将来是 拆了引号 他当时说 他当时将要 就即便是一个小时之前 那也是当时将要 所以这个我们在135个讲过 你得把will变成wood 那么这个tomorrow怎么变 tomorrow到底说的是哪天呢 这里面就有两种情况了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轴上 我有三个时间 一个是昨天 今天 和明天 大家注意 如果she said 这个sad 是发生在今天的话 比如说 他今天早晨起来 说的这句话 明天我要走了 大家想一想 他今天早晨 说的这句话 明天我要走了 这明天指的是哪天 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是不是还是明天 举个例子 咱们今天2号 假装今天是2号 那么早晨起来 他说明儿我要走了 那您说他哪天走呢 3号吗 那我们现在还是2号 3号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还是明天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这句话 是在今天的某一时刻说的 那么拆了引号以后 大家记住 这里面的时间 状于tomorrow 是不需要发生改变的 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3号依然还是明天 所以she said she would leave tomorrow 他当时说明天 他当时将 从当时那一刻开始算 他将要走了 但是如果他这个说 不是发生在今天 比如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间是今天 那边是去年 那边是明年 如果他的说发生 在比如说去年的某一时刻 我给大家推的比较远 这样的话便于大家去思考 比如他去年的某一天 举个例子 他是在去年11月10号那天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明天我要走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明天指的是哪天啊 应该是去年的10月11号 那您想想 我们今天能管去年的 11月11号叫明天吗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但要变主语爱 变时代 will变成would 那我们的tomoral 也要发生改变 怎么变呢 英文的习惯是 在这种情况下 把tomoral变成the next day 特指他说话那一天的下一天 the next day she said she would leave the next day 他当时说 他当时将要走了 什么时候 他当时说话那一天的下一天 也就是当时的明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注意 我们的tomoral就得变成 the next day 所以引号里的tomoral要不要变 我们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说这句话 没超过24小时 明天还是明天 如果是24小时以外的时间说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所改变 好 再来一个例子 she said 他当时说 I went to school yesterday 我昨天去上学了 那么他这个昨天指的是哪天呢 您得看他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比如 还举那个例子 我们今天是2号 他这个说呀 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今天 比如说他是早晨说的 他说啊 昨天我去上学去了 那我们今天是2号 他是早晨说的 他指的那个昨天是哪天的 肯定是1号啊 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1号 是不是还是昨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yesterday是不需要有任何变化的 she said I你要变成she 而过去是 went to school 我们得变成 过去完成是 had gone to school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拆了1号以后 里边那个动词跟外边那个动词 就跑到一个句子里了 那肯定有先后啊 肯定他是先去上学 然后再说的这句话 那么she said 他说这句话都是过去了 那他上学一定是过去的过去 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过 过去的过去 我们应该用过去完成式 而这个yesterday不变 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他还指的是1号还是昨天 但是如果she said 他这个说不是发生在今天 你比如说 我还是给他推的远一点 大家比较啊 这个好思考 他是发生在去年的某一天 比如说10月10号 他说 说昨天我上学去了 那大家想一想 11月10号去年的说的 那他指的昨天哪天呢 应该是10月9号 对吧 那我们今天不可能管 去年的11月9号叫昨天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yesterday就要变了 变成什么呢 英文给您规定好了 咱不能自己随便造 我们一般变成 the day before 什么意思啊 the day 特指说话那一天之前 before she said she had gone to school the day before 他当时说 他当时啊 以前的那一天 去上学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啊 yesterday 我们就得把它变成 the day before 所以啊 直接英语和见经语的相互转化 大家还真得留点神 啊 不但主语和动词的时态 会发生变化 很多时候时间状语 也有可能会随着 这个引号的消失 而发生改变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做的额外的补充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